日本军队的美军女兵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很多军队都被日本俘虏 虽然有一部分人被收编成伪军,继续为汪尾政权效力 但还有一部分人他们骨气比较硬,不愿意当汉奸 所以,很多人都被抓去做老公 有的帮助日本人修建炮楼,挖掘战壕 也有的去挖掘煤矿,日子过得非常凄惨 从1931年到1945年之间,整整14年的战争 日本最后的中国俘虏只有54名 很多人都奇怪,那么其他的战俘都哪里去了 其实大部分都被日本人血腥的屠杀了 他们将中国战俘绑在树桩上 然后,让日本新兵进行刺刀训练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一直记在史书上 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忘记 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除了和中国做战之外 还在太平洋和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 很多国家都交战过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队战斗力非常强悍 曾经俘虏了很多美国士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丹死亡行军 展开全文熟悉历史的都知道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本最著名的屠杀事件 他和泰勉铁路 南京大屠杀被称为远东战场三大惨案 当时日本军队俘虏了7万美国战俘 到达终点的只有5.4万人,其余的都在行军途中被日本人杀害 当时美国军队中有不少是女兵 日本人对于这些美国女兵非常残忍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日本人在战场上的一些禽兽行为 他们将烧红的冒铁放在美军女兵的身上 由于高温的灼烧皮肤会瞬间被烤焦 而这些女兵被日本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很多人都遭受了日本人的肉厉惨不忍睹 等到美国女兵再也没有反抗的力气的时候 这些士兵就会将美国女兵给杀死 日本人砍 现美国女兵叫得越凄惨 他们越兴奋 看着这些人在痛苦中死去 是日本士兵最大的爱好 可以说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只有在日本军队中才会有 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后期 美国士兵只要抓到日本俘虏 大部分都会将他们枪毙 只有那些年纪较小 身上没有沾过血腥的日本士兵 才能幸免遇难 可以说在整个二战史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像日本这样没有原则 丝毫不顾及日内瓦公约 战场是一个非常残忍地方 但同样也有一些国家的军队能够遵循战争法则 但日本这个国家却没有一丝怜悯之心 所以美国军队曾经下令 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投降 但唯独日本不可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